嗨!各位,歡迎來《粵如天地》! 有傳聞說古天樂結婚生了BB。 這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位香港娛樂記者叫榮志敏, 有網友留言問他,古天樂結婚了嗎? 他回覆,古天樂已經結婚生了BB, 之後就有人爆料說,古天樂八個月前已經離婚。 不過榮志敏之後又跟網友澄清, 說只是有結婚,離婚是別人亂說, 一時之間真假難辨。 如果說是假的,女方是黃紀瑩, 是古天樂唯一公開過的圈內女友。 兩人相戀了七年, 黃紀瑩還為了愛情退出娛樂圈, 而且早年都有他們隱婚的謠言。 當時古天樂在西班牙和緬甸拍《洗途行者2》的時候, 黃紀瑩也都在這兩個地方現身。 很難不令人產生聯想。 如果說是真的,畢竟沒有官宣。 分手後都沒有他們的合照流出。 真真假假難辨,想起來只是古天樂, 自己出聲才可以澄清。 不過按照古天樂的, 個性他是絕對不會回答你感情的問題。 他曾經在一次訪問中說過, 凡是關於感情的事, 不管怎樣我都不會回應。 你們知道了,寫了出來都算。 因為是事實, 但別想在我身上知道些什麼。 不止在面對感情問題的時候, 古天樂一向的風格就是少說話多做事。 這一點與他本人的經歷有關。 1993年, 古天樂入了TVB, 踏入娛樂圈, 遊學園做跑龍套再做配角。 古天樂一部一部磨練演技。 在深演餐餐友宋家時期間, 古天樂認識了黃紀瑩, 墮入愛河。 事業和愛情都有起色, 但命運卻觸龍他。 1995年古天樂曾犯罪入獄, 這件事情曝光之後, 古天樂成為過街老鼠, 人人哭打。 沒有人敢靠近他, 他亦不敢與人交流。 除了拍戲之外, 他根本不敢外出, 他經常一個人坐在一邊, 不敢想像別人會怎麼看他。 我以為, 我會從此在這行消失。 照進他世界的一束光, 就是黃紀瑩。 他陪著古天樂傾心書解, 幫他買菜做飯時刻之時安慰, 始終不離不棄。 因爲這段經歷, 古天樂對黃紀瑩一直心全感激, 並承諾無論他們是不是情侶, 都會保護他, 不讓人去傷害他。 好在命運總會對堅持的人格外眷顧。 古天樂雖然沒有什麼名氣, 但卻得到了, 據聲張國榮的青睞。 張國榮在出演綜藝節目的時候, 被問到誰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 他就提到了古天樂。 不止這樣啦, 在拍攝《夜半歌聲》那時, 張國榮還好力推薦古天樂, 做男已比編劇《黃八明》, 不過就是那時古天樂拿了 《神雕俠女》那部劇的妖藥。 劇中他飾演的楊過, 面如朗月,謀約燦升。 不止國霜一見楊過五中生。 電視前那些少女更加如癡如罪, 這部戲還令古天樂爆紅。 之後就更加星途燦爛, 《天地男兒》裡面的葉成康, 《創世紀》裡面的張智力, 還有《沉秦記》裡面的漢笑朗, 一部部戲令古天樂錯穩了。 當紅港星的位置, 無論是失意時的沮喪, 還是得意時的自滿。 古天樂從來沒有為自己變解, 也從來沒有跨要。 低谷奇的經歷令他明白變白無用, 自跨更無用, 唯有承認錯誤。 直面挫折, 用行動去證明自己的改變, 不止是生活上在。 工作到古天樂一向是冷面笑語, 但是背後做的苦工夫不少。 起初, 古天樂並沒有把演戲當作自己的夢想, 但他覺得演員是一份工作。 既然是工作, 這樣就要盡心盡力, 拍攝廳風雲那時。 導演為了塑造角色叫他增肥30斤。 在最後一場戲, 又叫他3日減重30斤。 古天樂只好完全不進食, 每日只飲水再加上跑步。 最終3日減掉了18斤。 強度之大, 令他直呼那3日真是想死, 但他仍然堅持下來了。 拍《黑社會議》那時, 要受到兩腮無欲。 他就每日只吃維他命丸, 差點由樓上跌下來。 拍《一路遊利》演貨車司機他。 親自跑去深圳跟車送貨。 拍《門徒》演人君子, 他去戒毒所觀摩。 演技之轉神, 連觀眾都沒有認出來是他演的。 一連接六部電影, 雷到沒有精力卸妝, 乾翠就把自己曬黑。 TVB藝人張子貞曾經透露, 古天樂在TVB那時沒有請過一次的。 古天樂還曾經說過, 自己做夢都在演戲的經歷。 有天拍戲進到好趕, 只得一個小時返家睡覺。 做夢就一直在拍戲, 分不清是醒還是睡。 被叫起床時不停地說已經在拍了, 已經在拍了。 他是以一個分享趣事的, 情緒去說這個故事。 明明工作很苦, 但是他卻不會訴苦。 和他受委屈的時候, 也從來不會說自己委屈你。 大家亦是近年才知道, 古天樂做了好多慈善。 2003年中國台灣省發生暴風災害那時, 古天樂捐贈了100萬元。 從那之後, 他就開始了低調的公益之路, 直到2014年以東星導演的爆料。 還有娛樂記者的心話, 大家才知道這幾年。 古天樂默默捐贈了100多座學校, 750座愛心水教, 18所衛生室, 為貧困地區送去了便利。 而他亦沒有趁機邀功只是說, 准我所能幫助他人, 做慈善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質疑卻伴隨著讚與聲而來, 有人說他捐學校, 為何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分明是孤名釣語, 古天樂的理由都很直白。 學校用我的名字, 出問題方便找我再者講 按照香港慈善工會的規定 個人捐款的項目, 必須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 但是今年7月的, 一則網友爆料片 仍是讓他身陷輿論當中, 片中貴州遵義的一所古天樂中學, 一片頹皮荒涼, 草被人還高。 不少網絡黑仔拿這件事來抹黑古天樂, 指責他做公益只是標面功夫, 沒有做到為。 而事實上這所學校建於2010年, 11年時間過去, 由於當地貧困戶搬遷, 加上村民進成武功帶走孩子, 導致生源減少, 學校只能荒廢。 下一步這所學校將用作醫療。 養老等公益事業, 不會繼續閒置。 不少人替他覺得委屈明明做了慈善, 還要授罵名。 但古天樂沒有為自己辯解, 亦不掃委屈, 只是繼續堅持著他的。 公益之勞, 做多了, 大家自然會明白他的為人, 亦就有了坊間氣清的除了太陽。 沒有人能黑古天樂, 現在的古天樂, 依然貫行小港多造的原則。 對父母感激, 他不會說我愛你, 而是趕返家喝媽媽煲的湯, 帶他們去旅遊。 為香港電影擔憂他吾, 會擺著苦瓜臉悼念港片舞樂, 而是努力多拍戲, 哪怕被罵難片之王。 心是慈善, 他不會將愛心時刻掛在後邊, 而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小港說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 多造事則是對世界的反抗, 在這個普遍認為港比做重要的時代, 他堅信只要堅持下去。 事實會比語言更有力量, 正如他自己發的暴落格裡那麽說。 我相信時間的力量一直覺得, 去多找不到答案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打磨, 最終都會出現一個結論。 當遇到人生的低谷歧視, 小港說多造事。 因為過去終會過去, 未來終究會來。 時間不會因你的暴怨而停滯不前, 未來卻會因你的努力而更光明。 所以, 但行好事, 莫問前程。 粉絲對於古天樂結婚的事情, 亦是抱著祝福的心態。 畢竟他已經到了成家的年紀, 希望將來的古天樂可以一直健康幸福。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